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胡老板 我们现在又来到我的model 3上头了 主要也就是因为 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FSD Beta 11.3.6 很可能很多人就会讲说 之前不是前一阵子才刚刚这个有一个更新 11.3.3吗 那怎么一下突然就11.3.6了呢 也没有错 基本上特斯拉在FSD Beta FSD Beta最近的更新速度蛮快的 主要也就是他有可能 打个比方 可能在11.3.3碰到了一些小问题 马上就点4就更新 然后现在下放到11.3.6 那正式版本是2022.45.15 那我们今天就是跟之前一样 照第一次以前我们经常走的一个测试路线 然后再加上我的转弯的那个部分 也就是上次影片讲的那个 马上右转然后再马上左转的那个测试 去看看说这次的更新 有没有变得更好 好 好 那我们二话不多说赶快上路吧 好 那我们跟以前一样嘛 设定好了这个要去的地方 我们就直接两下 一按就让它自动走 刚刚其实是有一点 好像离那车有点近喔 呃在这边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大家可能刚刚觉得说他可能在路口的时候 停的好像时间有点久 主要也就是因为之前以前有一个 我们有提到好久以前的影片讲过一个就是 Rolling Stop的问题喔 就是好像没有完全在那个十字路 还有这种Stop sign的时候停下来 那后来呢 美国的政府有点说 诶特斯拉你不可以这样 所以他现在变成说是一定要完全停 他才会慢慢前进喔 所以你看 而且这边还会多了一条蓝线 去确保说他们左边右边都OK喔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有争议性的 因为跟大家平时开车习惯其实不太一样 呃那所以呢 呃我之前经常经常跟我朋友讲说 其实是FSD Beta 我我觉得它开车是OK没有问题 我担心的是我在使用它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 诶我好像在乱开车或者是开车不好 导致他们可能有点被吓到啊 或者是反应不过来 这是我目前现阶段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好一样喔 在这边左转 然后这一条蓝线呢 它叫所谓的creep line 意思就是说它是慢慢慢慢 有点像慢慢前进 creeping往前前进呢 到达这个地方 去确定说两边OK 再做左转这个动作 所以当然这个东西 again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有一点争议性 因为等于说 严格上来讲 你若是正常驾驶的话 你应该到了停了 确定就直接走 而不是说你慢慢慢慢然后再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不知道以后特斯拉会不会改啦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现阶段让我比较有点 头疼的一件事 而且目前为止是 我可以改变了 我可以改变了 对吧 目前開起來都還OK 綠燈 左轉不錯 之前的話我們常常在那個轉彎的時候 它有點時候會太快或者太慢 剛剛那個速度我覺得OK 在這邊右轉也是喔 都還算順利喔 也看起來也OK 喔這裡剛有點突然煞車有點不舒服 好 有它在剛剛在bump前面有一點開始放慢 你覺得也還好啦 整體上來說 有比之前好一點 就像左轉的部分 沒有像那種好像衝得很快啊 那當然啦 就像我剛剛講的這個creep line 慢慢在一個十字路口慢慢前進這個東西 我覺得 當然 我們知道它會這樣做 所以 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其實問題不大 就等一下下就是嘛 只不過就是後面還有其他的人的車子 可能會覺得 你在幹嘛 這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是 用FSD Beta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擔心它開車 基本上它是可以很安全的把握 從A點帶到B點 只不過它在中間的這個開車的模式呢 以現階段 大家 就其他就是沒有在用 就其他開車的人喔 可能不一定習慣或不確定 你是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會導致他們可能會覺得 發生什麼事可能會擔心 或者是導致他們有一些錯誤的這個 駕駛判斷 其實 這個是以現階段FSD Beta來講 我覺得是 對我個人而言啦 就是 我比較覺得 還需要再加強的地方啦 但是你真的說真的 它有沒有辦法把你從A帶到B 基本上是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啦 那當然 現在呢它還不能做 這個 迴轉的這個動作嘛 所以呢 就希望以後更新可以再加上這個功能啦 OK好 那我們現在設一下GPS 我們去星巴克 在路上呢 就測試那個右轉 馬上再左轉的這個功能喔 好啦我們馬上就要到這個右轉 馬上再左轉的地方喔 我的感覺是應該還是沒辦法做到啦 但反正就給它一個機會試試看囉 喔這次絕對做不到 那邊車太多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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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邊車太多了 但是就算你看如果沒有車的話 我們還是只換到第三道 還差一道才有辦法過去 沒關係 我們再回轉 再來試試 再給它一次機會試試看喔 因為那邊車子真的是太多了 好 再來第二次機會試試看 我想應該也是沒有辦法啦 對 這麼快幹什麼 對 你看 過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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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還是 還是就是同樣的問題跟我們之前講的 就是它還是有那個 換距離的問題 當你的這個就是路太寬的時候呢 你車道太多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換道的距離不夠 它每換一個道一定要是一個基本距離在 當你三道跟四道差別是它那個距離就要 無止境的增加嘛 它就不會像我們之前講的 它只是斜切過去喔 所以呢 雖然這次更新呢 感覺還是開的 有比之前還要再順一點 但是以剛剛這個情況來講呢 基本上呢還是沒有辦法達到啦 那還有在第一次的時候 基本上因為車子都已經 這麼多車在那個右 那個左轉道裡頭 它不太可能去判斷是說 我要停在那些全部車子後頭 所以第一次基本上是 以現階段FSD Beta是不可能達成 甚至以那個正常人 我們自己開車的話 你嚴格上來說 你如果插到後頭停的話 你都要做一些就是蠻 比較不正常的那種開車的情況 就是你要刻意的這樣子轉過去啊 然後插在後面 你才有辦法達到的 所以就連是正常人 在第一次這個右轉左轉的情況的時候呢 也基本上是 你可以等於是在後頭排隊 但是就是屁股會突出來了 OK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按下小鈴鐺 以及幫我影片分享出去唷 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